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胡同 宽不过四米 貌不惊人 却内藏锦绣 这就是自成一格的张望胡同 1919年 一位苏格兰人走进了张望胡同 从此这条胡同就增添了一道西洋风景 它就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杨师傅 庄氏敦 那么庄氏敦当年住的是哪个院子呢 这个院里头啊 可好里头啊 早前那里头花花草草 挺好的 然后那个谁带着住啊 庄氏敦在这住 自打庄氏敦住进来 这张望胡同和外国人的缘分 就没有断过一直延续到今天 这位福明文先生是旅居文来的华侨 他身为英国皇家建筑设计师协会成员 酷爱东方的建筑艺术 并独具慧眼地出自修缮了 不为人知的洪恩馆 有很多人都问过我 为什么我喜欢这地方 这么古老的地方 就这地方我感觉有很多的宝 就比如这个柱子 这个梁 还有上面的绘画 藏满了很多的历史 说不尽的故事 在这工作 在这生活 给我感觉回到家的感觉 说起洪恩馆的历史 一般人还真不一定知道 不过 这个南部岛 家住张望胡同七号的侯先生 人家打小就住在这 胡同里的事没有他不知道的 洪恩馆据说应该是明的建筑 比较老 比较久远 这段县墙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县墙又厚又高 所以它的规质很高 以前这个庙呢 很大 院里边的那个规格呢也很好 比如汉白玉的栏盖 而且东西房跟正建的话呢 中间还有小的汉白玉桥 可以连接 它的建筑规格里边的形状 就要像潭质寺那个样子 如果说洪恩馆是个被埋没多年的老古董 那么胡同里的床吧和三加一酒店 则引领了当今的时尚 当年政府为了解决群众的就业问题 在街道里创办了标准建二厂 后来时过境迁 街道工厂逐渐消亡 厂房也就空了出来 一位同样是学建筑出身的 印尼华侨曹先生 在旧厂房的基础上设计并装修 将东西方的美学艺术给结合了起来 于是便有了这个休闲聚会的好地方 其实 外国朋友来张望胡同 不光是休闲 也有创业的 您看这家 开在寺庙老宅子里的外国公司 人家老板也懂得保护中国文化 刚搬进来 就先把老的木头门窗 给妥善地保存了起来 然后才换上了玻璃门窗 过一阵啊 这座大殿上 还要开一个中国特色的酒吧 透过玻璃门窗 市井风情 可以尽收眼底 张望胡同 彰显着多元文化的独特魅力 不同国度的人们在这里 用各自的方式表达着 对胡同文化的理解和热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